大家好,我是小薇。 近期,Me Journey推出了5.2版本,并新增了Zoom Out功能和Weird参数。 在7月3日的更新中,Me Journey又发布了新功能Pan。 根据官方的描述,在完成图像Upscale操作后,下方会出现四个方向箭头。 例如,如果点击右箭头,图像就会自动向右延伸。 该功能类似PS-Beta的生成式填充功能,以及Stability的Uncrop工具。 今天,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Pan的使用方法,并和其他类似的工具进行对比。 首先,我们来看一下Me Journey社区的优秀作品。 1.女性人物和都市夜景,大家可以看一下图像向右延伸的效果。 2.吧台夜景,进行了三次向右延伸。 3.年轻的情侣,在圆图的基础上,分别向四个方向进行了多次延伸。 4.卡通人物,向左右进行了扩展,效果非常真实。 5.科幻人物,向下进行两次延伸,整体风格保持了高度一致。 5.现在,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最新的Pan功能。 5.输入一段提示词,也就是贺本的肖像化。 6.选择一张图像,点击放大。 6.图像下方会出现多个选项,分别是Variation、Zoom Out等功能。 6.在最下方,还多出了四个方向图标,可以向指定的方向移动。 6.首先,点击左箭头,系统就会向左侧扩展,并生成一组图像。 6.我们可以看到,原有提示词中的A2参数已经消失。 6.选择一张图像放大,看一下效果。 6.然后,在这个图像的基础上,点击右箭头,就能获得一张较为完整的图像。 6.我把图像放大,我们可以看到,在该模式下,原始图像不会发生任何变化。 6.点击下方Zoom OutRx按钮,还能继续放大图像。 6.按照这个方法,我们可以将一张图像无限放大,大家可以看一下完成后的效果。 6.保存原图,上传到Stability旗下的Encrop平台。 6.分别向四个方向延伸图像,我们可以看到,该工具最多只能延伸至1024x1024分辨率。 6.点击下一步,延伸后的图像效果则很一般。 6.进入PS-Beta,导入同样的图像。 6.分别向四个方向延伸,并使用Generative Fill功能,完成智能填充。 7.扩展后的图像基本和原图风格保持了高度的一致。 8.把三张延伸后的图像进行对比,Mit Journey生成的图像则更为真实,其次是PS-Beta。 Encrop的效果最差,对原图的风格和结构理解能力一般。 测试第二组图像,鲜海城印象派漫画作品。 原始图像的比例为9比16,点击右箭头,延伸后的图像多出了一个人物。 不过,整体画面显得更为协调。 再次向右延伸,则可以获得一张非常完美的图像。 点击下方Zoom Out选项,还能将图像进一步放大。 如果你想设计宽屏图像,也可以把图像比例直接设置为3比1,或者更高。 选择一张喜欢的内容,进行左右延伸,就可以获得一张宽屏图像。 按照同样的方法,还可以通过上下箭头和Zoom Out设计竖屏图像,大家可以自行尝试。 最后,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5.2版本新增加的Shorten功能。 在对话框中输入斜杠,Shorten,粘贴一段提示词,Mid Journey就会对这段命令进行删减,保留有用的词条。 我们可以看到,Mid Journey会用粗体标注重点词汇,并删除了无用的词条。 下方从1到5,提示词会逐步简化,最简洁的提示词仅由两个单词组成。 点击数字下方Show Details选项,还能获取本段提示词中各个单词的权重分析图。 本段提示词描述了一个具备神圣之美的女性人物,以及电影级别的照明。 根据Mid Journey的分析,Send词条占据了主要的权重,而代表了人物的性别,位居第二。 在本段提示词中,Mid Journey提取了四个关键单词。 现在,使用简化后的提示词生成一组图像,和原图进行对比,整体风格非常相似。 如果你经常使用Mid Journey进行设计,就可以利用该功能,简化提示词,提高工作效率。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本频道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,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或者联系小微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,再见。